《文匯報》 正本稱原評式食水風波 2015年7月13日重要新聞A06社評啟程H.食水含源超標事件 持續備受社會關注 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以由政務司司長統領多個相關部門跟進事件 食水風波令受影響居民人心惶惶 房署需做好食水供應及善後安排,以免再給居民添煩添聯 進一步影響市民對局設施的信心 要平息此次食水風波 最重要的是正本稱原,盡快找到導致食水含源超標的根源所在 從而採取有效的解決辦法 啟程H.發現食水含源超標後 房署已向住戶派發津裝水而作應急 由於津裝水供應安排增出現混亂 處方希望居民諒解,食水出現問題 不僅造成生活不變,更令健康夢想陰影 受影響居民本以一吐怨氣 當局的協助安排再出混亂 只會增加市民的不滿 房署已通知啟程H.居民 可透過電話聯絡衛生署安排,到聯合醫院驗血 希望房署給取派發津裝水出現混亂的教訓 先與衛生署,聯合醫院做好協調 然後向居民公布清晰的鹽血攀牌 以及若發現市民血液含源超標 應立即攀牌相應的治療 對市民的健康負責 目前,啟程H.食水含源超標的原因何在? 房署亦未作出正式交代,坊間流傳多種猜測 質疑因水喉的物料或擴張不當導致問題 成建的水喉象環負責另外四個屋H. 另有關屋H.的居民擔憂面臨同樣的困擾 屋H.居民強烈要求當局全面驗水 不盡快找到造成食水含源超標的真正原因所在 當局根本不可能準確,徹底地解決問題 由於此次食水風波可能影響數以萬計市民 涉及住屋、衛生等不同部門 由政務司司長牽頭統領跨部門跟進事件 凸顯政府對問題高度重視 可協調局部門互相合作、提高效率 希望當局盡快找到問題的根源 作出對證下約的補救 並追究有關承建商的責任 食水含源超標風波發生後 受影響的居民一時間風聲鶴雷 有人甚至暫時搬離居所 好像頭被瘟疫一樣 醫管局已作出風險評估 相信居民出現急性中毒的風險不高 品質有問題的食水當然不宜飲用 當局不能讓市民冒險 但也應引導市民冷靜理性地看待問題 無需反應過激 更不必恐慌 請問居民出現 請問居民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